每個學生都視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教育旅程 我們的工作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接受到高質素教育 並為大學、事業和人生作好準備 州政府新定的畢業標準就是支持這個理念 由2021年畢業班開始,法律規定華盛頓州高中學生需要拿到24個學分才能畢業 西雅圖校區會由之前的21個學分增加至24個學分 那對西雅圖校區的學生有什麼影響? 每個學生會有一個高中畢業後的計劃書 記錄高中畢業和大學或事業訓練的個人計劃 除了17個主要學分,學生亦會完成三個個人化的路程規定 這些科目會由助學生獨有的目標 和亦會選入他們的高中畢業後的計劃書內 學生亦會選讀四個與興趣相關的選修科目而建立專長 增加畢業標準亦意味著我們對學校的系統組織的思維要有所改變 我們希望在2019至2020學年度開始 努力完成一個高中時間表 這時間表會加強學習機會,增加彈性和支持學生追求 與他們目標相符的教育路程 我們正在設計新時間表 讓學生在校時有充裕時間可以補充所缺學分 和多點時間收集高級課程 例如高級實習或國際中學畢業會考 作為校區,我們為學生有新的機會而感到興奮 這不只是改變時間表或畢業標準 與我們的社區一起 我們重新檢視高中學生的體驗 並創作一個迎合個人的系統 在西藝圖校區 我們承諾為學生未來的夢想作好準備 如果有問題,請電郵至 CCR at S-E-A-T-T-L-E-S-C-H-O-O-L-S dot O-R-G 想知道更多資料,請瀏覽校區網址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